好這個立剛我們看到現在選戰二十幾天 一條老鼠尾 今天新聞吵得可是沸騰騰的 大家都想說是不是在最後 尤其在台北市守善之都 又不能夠輸或是想要贏的一種感覺 所以呢大家想要把票吹一吹 我們最近聽到一個說法 我覺得有點陰謀論 可想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直在傳 只要在台北市的部分 只要說投票率超過六成五的話 六成五 那傳聞這個數字呢 就代表說是不是連陣營的部分 就可能會是不是要贏 那這種數字就出來了 那但是我們看到本來這個 柯文哲醫生的這個支持度呢 一直是非常高的 但似乎在黑油事件當中 尤其是南部的執政縣市裡頭 民進黨的部分出現了問題 感覺上好這個很高的身世 沒有辦法繼續往上衝 所以藉由這一次所謂被抓到了 對手陣營來監聽的事件 有沒有辦法凝聚 就是在台北市的不喜歡國民黨的 或者是這個中間的選民可以更支持說 你看用這種手法來對付我們 那就大家最後就會去投給柯文哲 有沒有想說透過這個世界來再催一次票 林委員你覺得有可能嗎 有可能因為選舉有那個操盤的人 他有時候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想法未必可以代表多數人的想法 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個選戰難就難在 你怎麼拆透對方的心思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都是小動作 到最後輸贏還是明星做決定 所以像昨天的老鼠尾事件的時候 也是先是找媒體 不是低調包警 是趕快去告訴大家 這就是一種我講啊 這是一種炒作啦 我也不能去講說柯文哲他的陣營不對啊 那他這個蔡資源這個東西出來以後 他們處理的方式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怎麼做最有效 那就找媒體來嘛 大師報道不管這個限制水放上去了 什麼時候放上去了 對他們來講都不重要了 找媒體來把這事情給搞大 因為最近很有時間 我是南部人 我現在還在南部像高雄 有一位這個市議員 我還是他的主任委員 因為他先生以前在立法院院 是我的好朋友嘛這樣 所以我現在要講一件事說 南部我們比較了解 的確在屏東發生的事情 包括這兩天台南發生的事情 都在對選擬都一些微妙衝擊 而且衝擊不僅對當地 對台北是這個地方 因為台北是媒體效應最強烈的地方 資訊的這種接觸 也是最快速的一個地方 所以南部發生的事情 對北部是不是有影響了 所以你覺得柯正營有性質到 雖然由到目前為止 跟台北無關 但是可能對整體氣勢來說 不是那麼有利 是這樣子嗎 當然只有台北市 畢竟是藍盤大於綠盤 藍盤這裡面很多人就是說 覺得說我們現在就是不太想投票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有些人覺得說 你看民進黨做得很爛嘛 有的是也不只有中央犯了錯啊 你看地方該查棄的 他沒有主動查棄 這還中籠嘛 是對不對 所以人家在屏東報案沒有效 報了五次案沒有效 只好到台中來報案嘛 這一類的東西 包括曹啟我後來處理的 局處長既然有責任 你准他們辭職 應該是馬上就要走人 哪有什麼兩三個月以後才生效的 台南的事情這麼晚下架 然後這群油 居然在負責人被抓了之後 還繼續在賣 大家都中標嘛 你至少讓藍軍的人 在自己人的場子裡面可以去說 沒錯我們國民黨 可能中央部門處理也不好 可是所有責任都應該由我們來扛嗎 南部執政的縣市 他們做的事情 是不是也助長了整個問題的嚴重性呢 所以黃委員我們剛剛就想說 當然有講到你們南部 就想問一下就是說 是不是柯正銀也會覺得說趕快也趁勢 把這個竊聽的事情弄大 因為讓這個氣勢再回來一點 就是不要說好像都不是新聞焦點 或是因為油的事情 有打擊到柯的選情啊 如何如何的 我覺得其實當然民調 廉政銀不是說民調是滾動式的嗎 廉政銀不是說這個所謂的 他跟柯正銀柯的民調 已經差距相近5% 3% 不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廉政銀應該讓這個繼續燒下去啊 繼續燒下去 幹嘛去公布人家什麼 市政顧問團的名單 所以我覺得其實 某種事就算今天沒有老鼠尾巴 今天蔡正元公布人家市政顧問團 公布人家這個行程 也會引起一個話題說 你怎麼知道 你張景森有沒有講 連蔡正元有沒有聽 那這部分不是會繼續燃燒嗎 所以你覺得蔡正元這樣的公布很不聰明 是這個讓柯平有機會 可以發揮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當然就算沒有這個老鼠尾巴的事情 我相信老鼠尾巴 我也希望老鼠尾巴的事情 是在兩三天內就解決 因為掉監視器 不管是三樓沒有監視器 但是大廈也應該有 大廈沒有路口也應該有 去找嘛 但我覺得其實這部分不會再延燒太久 那至於有沒有說 南部的這個什麼 這個黑心有的事情 會導致這個柯平會轉移到焦點 不會啦 這兩天 南部穩得很 是這樣子嗎 我說轉移焦點 所以影響柯平選情 因為柯平接下來這兩天就要去辯論了 辯論馬上焦點就回來 聚焦在聯科兩人身上 怎麼可能為了柯平怕說 南部的這個部分影響到他 所以趕快去丟一個老鼠尾巴出來 這個部分 偉哲可能要住一件事 台北是真正當地人其實不多 我跟偉哲就是南部上 他台南我高雄 所以很多我們住在台北的 這些高雄人 南部人 台南這些人 我們對我們的故鄉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很注意的 那你想看 如果民進黨在這些縣市 對這個石油的風暴處理很差勁的話 對我們這些南部人心境會不會影響 果然我當然會影響 台灣民眾我們剛特別講到 就是黑心油的事情真的很悲哀 可是我真的覺得像是南部的縣市 例如說像屏東對不對 屏東的縣長曹啟宏執政了這麼長的時間 如果他早一點來把這個黑油事件 來這個處理的話 接受民眾的一個陳情 就不會有現在這麼慘了 再來我們看台南的這個 北海的這個油脂公司的事件 好像這個市政府市長也覺得自己很委屈 然後都是被人陷害或是被檢方 然後這個處理不力 然後導致他們延後下架 都是別人的錯 那我們看到這種情況之下 不是台灣民眾很悲哀嗎 我把你抓到了 然後我要把你驗出來 然後我達到可以在法定上關場的這種 說實話 他們一定要借助司法單位 有檢舉他們整個地方都沒有受理 這個是檢舉而沒有回應 這是很大的疏失 這個曹啟宏要負起這個責任 但是今天像報紙在講的就是說 誰是門神沒有曹啟宏就沒有頂星案 這是聯合報的社論 私之過當 為什麼 他說假如五年前有反應的話 就不會有頂星案 也是這個樣子 不是嗎 不可能的 他後來他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頂星是大幸福進口越南的油 所以兩位有人一直都說 就算發現了屏東縣政府的黑油事件 也不會跟頂星的有聯動嗎 當然有關係 有兩個來源 因為頂星在這三坡的油裡面都有 所以你在那一坡抓到的話 他就不敢去做第三坡的 因為那是收水油嘛 你就不敢去弄飼料油 他的利潤是這樣 所以當初在檢舉強壞的時候就有頂星 曹啟宏講說他們的工作人員很辛苦 我其實覺得他們去幫人家通風報信是很辛苦 而且那很晚耶 八九點耶 曹啟宏說這些人是很辛苦 而且他們是有工 我應該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那我請教一下曹啟宏 這個叫蔡清隆的這個檢驗員 你為什麼要把他調走 他既然是被萬惡的國民黨設計 那他是很忠厚的人 你怎麼還把他調走呢 對不對 他又這麼辛苦 你應該現在就把他升官啊 升當衛生局局長啊 衛生局局長沒有人啊 我認為他應該發出行政調查 調離縣市接受調查 接受行政調查 因為他現在因為評檢已經要調查他 可是我們覺得說 這個縣長這個做法 我覺得他到現在都還不願意道歉 他這個中間的拖延 然後包括他的下屬有通風報信的嫌疑 他目前為止也都沒有跟大家說對不起 他就是說我們很辛苦 然後大家這個錯怪了他 你不覺得他的態度有點太傲慢了嗎 這一點我覺得曹縣長到講話 我不是十分認同 因為我覺得其實評檢 現在在調查蔡清隆 稽查員 七等的稽查員 他如果查到了 蔡清隆是因為疏失 那是一回事要行政懲處 如果查說是故意當門神 那就要講有沒有向上發展 誰受益的 科長還是這個局長 如果受益的人到證據到哪裡 甚至於如果縣長縱容 就算他沒有法律責任 我覺得曹啟宏 他行政責任 以及他自己的政治責任 以及被人家憂憂之口 罵到湊頭的這個責任 那你覺得台南市長做得怎麼樣 維哲 我覺得其實這個簡單說 9月27號大家請看 台南市政府有沒有要求封存停止販售 那為什麼大家是想喜歡拿台南跟桃園比 我簡單30秒就比完了 桃園查的是南橋 南橋不是做油的 南橋是用油的 然後生產它的末端產品 那所以說我可以要求你 南橋你停止 你全部都下架 這個北海油是做油的 它所有的東西 它已經封存到 可是重點是 他的這個負責人被收押之後 還賣了半個月 為什麼這個市政府 讓他趕快下架就好了 主要是不下架 請告訴我 我跟你講 跟今天賴清德的態度已經不 賴清德今天已經 已經很有道歉了 他已經出來指責他的公務員了 你不必再提他講了 對啊 我同意 我呼應這個說 若有責任絕不寬戴 他就這樣講 社務部的資料就足以 給你下架的理由了 你還怎麼等檢察官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你如果要真的 你要找北海油脂 那你原料庫封存了嘛 那你去處在哪裡 第一個找負責人 第二個找帳策 負責人被羈押了 帳策在檢察官那邊 那這邊會提供給你 帳策你可以慢慢找 問題是 你這些有問題的東西 以防線下架是前奏 還在架上 你沒有下架 你就每天就害死很多的 無辜的百姓 所以立剛你知道 這個北海油脂 千萬不要以為只是台南的事情 對 是全國性的 全國性的 而且我們看到很多知名品牌啊 現在全部都中標 都跟北海有關係 昨天晚上都公布出來一堆 所以因為北海油脂 晚下架了半個月 我特別有你的看法 自從這個 頂星這事情出現以後 大家都一直在猜 下個是誰未爆彈幹嘛 我覺得 大家都應該假設一個事情 我覺得全部都是了啦 為什麼 因為頂星他們這種大廠對不對 然後他在場是佔著最大的一個比例 那其他能夠還能夠留在市場來跟他競爭的 一定是也是採取類似的一個方式來減低成本 那我們是不是什麼都標誌 全部都標誌 全國性的難道不是應該有貴府不統籌說 台北市哪個產品 你說台南市他可以要求台北市的下架嗎 太消極的用就是說 我要抓到你 才叫你才叫一下 應該全國有個一致的標準 就是說乾脆全國都一致下架 你要證明你沒有 所以現在找到中央不講話 地方都不用處理 我覺得可能要取得問題 這重新做起 不是啦 你聽我講 這是民主國家 你要有問題 你才能夠叫人家下架 問題是人家通知你有問題 台南市還不下架 林委員請告訴我 現在的情形是 但是南檢也沒有證實說 他告訴台南市要說 台南市要下架 南檢沒有這個責任 沒有這個責任 你通知下不下架 是台南市政府的事情 台南市政府 我通知你 你不下架 你要負責啊 不過基本上 這個南檢已經有個回應 他說我跟你講這個事情 不是來跟你聊天的 是你自己來泡茶聊天 你自己該做什麼事情 你的局處單位必須要來決定 所以我們看到 剛才就是莊委員講的 所有東西都有問題 那怎麼辦 台灣的問題還真的是蠻多的 不過現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有一個部隊 神秘的部隊 長時間在我們台灣受訓 但是呢 這個部隊 他可能要離開台灣了 去前往哪個國家受訓呢 我們休息一下 就要來告訴你